最后的话我们把刚刚的程式再优化一下 其实也是常常同学有问到 就是说老师那这个BCDE可不可以call 假设我们刚call的话是这样call 就是把BCDE的资料 call的话基本上是像这个一般 三般好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三般的资料 如果要call的话 他是怎么call 一定会先找到什么 先找到那个三般的资料 所以找到往下找 三般在这里 那找到之后的话把它call过来 那我们刚刚是分成三行 四行去叙述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呢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的那个部分就是 要把比如说三般好了 三般的这个找到三般的资料 所以他一直往下找 找到是三般了 然后会把这个范围的资料call过来 call到哪里 call到这里 那特别至于哦 如果你要一个储存格一个储存格call的话 当然第一个效率比较慢 第二个的话叙述方法记得 来源写在后面 然后写到哪里 写在前面 在中间加个等号 这个就等于复制了 所以你要把这个复制到这边来的话 那写的程式就像这样 所以这个call过去了 这个再call过去 所以这样的对应关系 应该可以看得懂 可是哦 当然在VBA里面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叙述 如果是连续的储存格 那就是范围 所以我们基本上也可以用范围的方式来表达 那只是说范围的方式要怎么表达 比如说以这个地方来看好了 如果是范围特别注意 那你只要跟他讲说 你的那个范围在哪里 第一个 第二个你要call到哪里的开头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要call到这四个嘛 你就跟他讲开头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写假设啦 我要改这个地方改成用range来写的话 那我们怎么改呢 基本上第一个 当然一定要开头一定是range 那range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哪一个范围到哪一个范围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b到1嘛 那当然我们如果假设你不会写 你可以先写这样 b8到18 但问题你不可能固定都是第八列啦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8改成什么 改成i 所以你就算一下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再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要call的那一列 那这个8一样啦 因为他在最右边 所以删除掉之后空白and 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b的哪一列到e的哪一列 然后call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是k列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给 后面记得空一格 跟他讲说你要call到哪里 call到g g 我们这边假设我们用sales call到g5的这个储存格 那g5的话如果用sales就是第五列的g栏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写完了 call到后面有少一个后双以后 好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range b的 call到sales的 第五列 这个应该是第k列 的g栏 sales sales 漏掉一个叫.copy 也就是说我要copy到那个位置 所以你就打一个copy 到这个位置 ok 这个范围的资料 帮我copy到这个储存格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等于上面4行 所以如果你要再更精简 更优化的话 你可以把上面的写法 写到下面的写法 这样也ok 所以呢 我们把它 再run一下 ok 所以看一下 要不ok呢 这样也ok 那你说什么好处呢 当然第一个 程式一定比较短 至少少了3好 第二的话 将来执行效率会比较好 不过当你资料少也没什么感觉 那只是说会有这两者的差异 ok 这个是第一个 如果你要把这个多个 如果你是多个储存格 改成一个range的话 那其实就会有差了 ok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最后其实 还有同学会说 那老师这个其实跟 之前好像有类似 我们有写过差不多的东西 好像黑名单筛选里面 有用到类似像所谓的筛选 那筛选的话呢 可以针对班级 比如说一班好了 那其实我们 其实假设啦 如果我今天呢 筛选完之后的东西 直接把这个范围 不是从 一般这个不要 从他的b欄的这个b2 一直到1的12 这个范围抠过来 不就ok了吗 所以如果将来 你不要用刚刚的方法来写的话 其实还有方法2 什么方法2 其实可以用copy 用筛选 配合一个copy copy到哪里 copy到g5 其实程式也可以写得出来 而且更简单 基本上程式大概就三行 理论上就写完了 只是要怎么写 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 我刚刚主要是把那个 这个四行资料 四个储存格复制 改成一个range range部分的话 记得就是说 从b的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地方记得改成i 因为我们是第i列 然后呢 点copy 到我们的目的的位置 就是sales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把它改成k的g欄 只要跟他讲开头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